我覺得還蠻值得去那邊的異國餐 是因為他們的異國餐廳 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有味道 譬如說它可能在外面 會有很多的建築的一些特色 譬如說大風車啊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南瓜造型等等 很特別的 那在台中 如果你這樣吃一個午餐的話 差不多只要 欸 那還不錯 包含幾道菜 煮菜 前菜 它就是套餐 套餐就是有湯啊 前菜那些的 好便宜喔 才200多喔 對 重點是因為 你會覺得說 你有時候想要到一個漂亮的餐廳 吃得很有氣氛 或是希望可以一邊吃又可以拍照 現在年輕人都喜歡拍照上傳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這樣子很有氣氛的餐廳 對 或情侶啦 但才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吃 一個套餐都是500啊 台中的什麼都是大 又漂亮 又便宜 又是新鮮 然後去那邊吃完午餐之後啊 那接下來我覺得 就可以到一些比較 呃 可以觀光就是拍照的地方去 那 其實我覺得 在那之前 如果你怕路上肚子會餓的話 你可以先去第二市場 買在地傳統的肉包 因為海名的肉包非常的有名 那常常也都是要排隊這樣子 所以那個傳統肉包 你可以先買著在路上 一顆30塊 那看你是兩個女生要分著吃一個 還是兩個人一人一個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你買著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忘 原來女生是兩個人分吃一顆 兩個吃一顆 唉唷 今天終於學到 台首 對 像午茶嗎 因為剛才吃完異國餐廳啊對不對 對啊 怎麼會餓 都一個吃兩個 真的 一個人吃兩個 正常 你要留一點 待會兒還有其他的可以吃 對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往那個 春安的彩繪街去這樣 因為 據說春安的彩繪街好像快要沒有了 所以其實大家要去的話 就可以趕快 然後呢 晚上囉 對 差不多到了晚上 因為在彩繪街你沒有吃太多東西嘛 因為接下來有 有大托的 要好好吃的地方 就是在風甲夜市 那我就去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風甲夜市要吃什麼 我特地去再過一次 真的嗎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要吃什麼 我也是耶美人姐 太多太花了 一開始你就可以先去吃那個茶葉蛋 那個茶葉蛋真的是百聞不如一見 你真的一定要去吃 那裡在風甲大學旁邊有一個茶葉蛋 看起來不起眼的一個小攤子 但是其實常常大排長樓 而且甚至是那一條街有時候 塞車排隊都是因為那個買茶葉蛋 你第一端就吃蛋 吃蛋蛋 就吃不下啦 我真的自己去過風甲夜市 都買衣服的 衣服跟飾品 飾品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吃的東西藏在哪裡 真的有耶 還是我走錯路了 有一些巷子有一條巷子是專門都是吃的 然後還有一些有名的攤子 你可以特地去這樣子 沒有看到都賣衣服的 那你願意陪我去風甲夜市嗎 我們要去地島做 還要去風甲夜市 OK喔 還去風甲夜市 風甲其實我去的時候 有風甲夜市很厲害的人 願意帶我們兩個人去嗎 還有一個團 OK的 你們站在那裡說 我不知道吃的東西在哪裡 就會有人帶你切啦 我們就一樣 對啊 走啊 走啊 路都不用掛出來了 我覺得風甲夜市是每一家 你都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你每一次去 其實他們攤子的那個 更新度很快 所以其實去那邊 你多去幾次之後 你可以找到幾間是你固定 你可以喜歡的 你可以去 然後再安排一些小的 是你覺得可以去嘗試冒險的 那住哪裡 我住我是住 因為我發現台中的住宿 真的好便宜喔 不只是民宿那些喔 就連連鎖的商務旅館 甚至Motel都是 對啦 台中要住Motel啦 對 台中可以住民宿的啦 對 台中的話Motel或連 就連那種連鎖商務的喔 可能都 不到兩千塊一千多塊 就可以了 而且還很豪華 對 裡面有游泳池啊 有車子 有滑水道啊 剛剛那個溜滑梯 人家還有滑水道的 然後重機啊 各種特色主題的 這種主題的這種 賓館啊 其實很多 我找到一家 就連連鎖的喔 早餐是Buffet的也才一千多塊 兩個人 一千多 對 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一千多 一個房間 一個房間 一千多塊 有床單嗎 有床單 什麼都有 連早餐都是Buffet 真的 台中的旅館便宜啦 這麼便宜 台中真的很便宜 大概一千 三五旅館一千八左右 那你好好的睡了一覺之後 第二天起來 你就可以先到 東海的那個大學去 東海大學去拍照 因為那邊有那個教堂 非常漂亮 那所以我剛剛有說 因為年輕人他們很喜歡拍照 所以你一定要安排一個地方 就可以讓他們 發揮一下他們那個 攝影功力的地方 這樣子 那既然都到了東海 東海最有名的就是 雞腳丼 彎豆冰 對 超好吃的 而且其實 彎豆冰跟雞腳丼雖然很有名 但是到現在好像都還沒有漲價 像現在雞腳丼一盒 我記得印象中也 三十幾個 對 三十幾吧 三十幾 彎豆冰二十幾 對 彎豆冰一大碗 幾隻雞腳啊 十隻 滿多隻的一盒啊 一盒三十萬 對 我在台北吃一隻三十耶 真的 真的嗎 台北市好吃一隻三十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有啊 那我馬好 我給你一隻三十塊 超好吃的 是真的 真的要吃真的好吃 這每次幫我帶一個個 哇 帥 這個雞腳是你吃了 你以為會下酒菜 我記得好像什麼 冰心雞腳丼 好好吃一盒才三百 三十五塊 然後我就買十盒回去 然後就跟我補兩個啃半天 了解 好好吃喔 就是去那邊 等那個 世足賽進入八強的時候 我是需要一些技巧 我沒有那麼多力氣看世足賽 所以我每年都等到 進前八強我才看 對 看精華對不對 我想幫依依補充一下 其實如果說 就是東海大學的行程 另外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你可以去另外一個大學 亞洲大學 亞洲大學一定要去 對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亞洲大學的美術館 對 它安藤中雄美術館 但是它在海外在亞洲的 就是日本以外的第一個作品 對 而且當初安藤中雄整 在台灣 它這個是花費十年去邀請他做這個設計的 沒錯 一定要去看 真的 而且門票很便宜 有150而已 我一定要去看 我告訴你 光看那個建築物 就非常非常的值 值得 它那個是這樣 它本身建築物是藝術品 對 它廣場也很厲害喔 是 它廣場也非常厲害 它廣場看到羅丹 一個羅丹的陳思哲 然後 一些印象 對 這些印象派的一些作品 都是也住在裡面 我可以講 你去周海大學拍一下之外 你一定要去亞洲大學 對 對 安藤中雄美術館 它當初這個是花了十年時間 請它來設計的 然後 台灣當時 這對台灣的建築業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指標 因為當時沒有建築團隊可以接這個case 沒錯 因為它的那個清水混泥土 清水模 台灣沒有辦法做出這個品質 它光班從日本過來做 對 沒有 來指導 所以它在蓋整個亞洲大學這個美術館的時候 是每天都開放給全台灣的建築界的人來觀摩 來參觀學習這樣的一個工法 而且安藤中雄最厲害的是它在光線的處理 好厲害 對 你說沒有辦法想像 在一個轉角的地方 那個光線這樣整個透進來可以這麼的美 沒錯 對 如果去台中沒有去這個亞洲大學的 安藤中雄美術館 就等於沒有去到台中 賈文青 賈文青 那個相機都在照什麼的啊 賈文青 對 都在照食物的吧 都被你們推電所放著的不去啊 一定要去 對 而且我們不要這麼便宜 150 像我們兩個人的旅行安排 這樣也才增加300塊而已啊 對啊 對啊 這麼便宜 快速講一下說 其實我還有安排什麼 就是你東海小吃吃完之後 豐原廟東小吃 豐原廟東小吃 對 豐原廟東小吃 也非常值得去 因為那裡小吃好吃的 就像蚵仔煎 我真的是覺得全台灣最好吃的蚵仔煎 是我在這邊吃到的 後來就再也沒有超越過它的 哇 還買童子雞喔 對 回程的時候因為在豐原那邊有那個 它還可以 要800嗎 不到一半耶 不到你說的這個一半耶 才三開頭而已 還沒帶到五六百 對 沒有吃蚵仔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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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什麼大餐啊 對 因為交通每個人都應該只有不夠的 6600 好 差不多大家都猜這個數字嘛 我要告訴大家 不到你剛剛說的一半 3060 3000 060塊錢 加麥志祺啊 兩個人嗎 兩個人 而且風小夜市都有吃 因為住的便宜啦 美人姐 妳說從東海坐計程車到豐原 沒有 不要坐計程車啊 客運還蠻方便 班次很多 因為台中路很發達 沒有 太便宜了 都便宜了吧 還是有意見 就出了香客大樓之文 車資也要省下來就是請 香客大樓 請當地的朋友帶 然後請他吃兩餐 這也是一個方法 找當地的朋友開車對不對 對 也是可以 那請問 喬安今天為我們帶來的是什麼 我今天要帶來的是 因為現在非常流行去台南 那台南大家都知道台南就是 吃小吃什麼的 台南我帶你去 小吃小吃 我不熟 我朋友很熟叫漁夫 喔 好不好 好好好 台南其實流行的吃那種 無菜單的料理 不只是在宜蘭有名 在台南現在也非常的多 那我今天是 大概是可能兩個朋友 或者是一對情侶的行程 首先呢 先去一個叫做對越門的地方 它這是一個二級古蹟 然後 它這一條巷子都非常的古色古香 我曾經在那邊看過一個 穿著日本和服的婆婆 自己一個人去那邊然後拍照留念這樣 只有你看得到他還是大人 對啊 你確定其他人有看到嗎 這真的恐怖啊 都有 他真的真的 也有路人問他說 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合照 他就說不好意思 他是 他日本人他不會講中 他會說你看得到我 他害羞 對對對 他也覺得這邊古色古香 他還特地來 對然後這一條路的話 其實我 因為這邊主要說的是文青之旅 那文青的話 其實會喜歡看一些 藝術品 藝術展覽 那 可以不用花門票去看美術館 博物館 其實有很多免費的藝廊 他是蓋在就是那種 百年老屋的空間裡面 辦的一些展覽 還可以去喝咖啡啊什麼的 那 介紹這一間 無菜單料理呢 他就是在一個 清朝百年以上的老房子 老闆跟老闆娘 極力的把它保存下來 嗯 對然後 進去的話 你就覺得很像去一個 親戚婆婆阿姨家吃飯 然後裡面的菜呢 都是他 他們今天早上 才去買的最新鮮的料理 然後你不知道菜單會是什麼 然後再來最新的話 就是最近剛才開幕的林百貨 這個很有名 對 因為這是最近台灣 就是算是現存最老的百貨公司 然後也是一個古蹟 他 最特別的是他在頂樓還有一個神社 可以去參拜 對啊 然後現在也有一些商店進駐這樣子 最後呢 可以去也是老入空間改的酒吧 喝點小酒啊 對啊 然後裡面也會播一些電影這樣子 過一個晚上 然後最後 夜宿的這間旅館 比較貴一點 因為他也是藝術家把它買下來的 然後他特地去國外收集了很多藝術品 來布置他的房間 每一間都有他的特色 對 然後第二天 裡面都很漂亮 對啊 對啊 裡面都非常的漂亮 然後 價錢的話也是還在可以接受 反正因為小資女比較想要就是 行程的話可以不要花很多錢 但是一定要吃好吃的東西 然後餐廳一定要漂亮 然後住的人也要有一點點時尚啊 浪漫的感覺 嗯 然後第二天的話呢 去安平最近也很有名的一條 就是菸汁巷的地方 它那是也是 台灣以前古早的就是住宅區 然後政府就是把它修復成為以前的樣子 就現在那邊還是有人在住啦 對啊 也可以去那邊拍拍照 然後最後呢 就是來到一個叫做321巷的藝術聚 我覺得這個地方它以前是日軍時代的宿舍 然後有很多的公共藝術 這邊就很適合女生去拍拍照啊什麼 然後像這邊有很多藝術家都會進住 有些日本的藝術家也會來這邊住個一兩個月 然後進行一些創作 那如果你想要住在這邊的話 其實也只要花兩三百塊就可以住一個晚上 對 好 這樣子好像 兩三百塊 這樣子 不太貴嘛 聽起來不貴喔 對啊 五千 我最後還有一個去喝下午茶的部分 這個下午茶我想特別講 看起來就像在日本京都 很非常非常日式 你完全不想到 沒有想到在台南火車站附近 就會突然發現一個小巷子裡面 有這麼日式的地方 這全部的東西都是老闆去日本取經回來 然後全部都是日本進口的抹茶的茶道 開在這邊就不用去花機票錢去京都 然後你也可以享受這樣的氛圍 滿有氣氛的啊 你加要加吧 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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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要力 對啊 五千兩百 欸 還準 好多耶